要滿足市民對於住房的恩切需求 就要持之以恆地增加可建屋的土地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進行了一場土地大辯論之後 在去年年底提交全面報告 而政府也都宣布了全盤接受小組的建議 我提出的土地供應施政方針 是由政府主導用地和基建的規劃 並為確立的公共用途收回所需的私人土地 等市民看到 無論是短、中、長期開拓的土地 政府會全力以赴 土地是為民所用 具體來說 我們會加快規劃 然後運用收回土地條例 以及其他適用的條例 收回以下三類私人土地 作百分百公營房屋和守治 以及相關設施的發展 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條例的收地工作 會接種而來 計及剛剛動工的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 陸續上馬的洪水橋、霞川 和元朗南大型發展項目 加上多個公營房屋計劃 以及其他公共工程 我們目前已知會收回的私人土地 大約七百公頃 預計其中四百多公頃 會在未來五年收回 遠多於過去五年收回的 只有二十公頃 更多精彩 尽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